欢迎收看本期《校长有话说》 首先我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粉丝朋友对我频道和对我本人的支持 没有大家的支持 我可能坚持不到现在 说实话 其实我是想留到大概有五千或者说一万订阅的时候 再做这次特别节目 但是出了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导致我决定立马今天就出这期节目 我今天在刷中国国内版抖音的时候 我突然刷到一个短视频 熟悉的声音熟悉的画面 然后我挺震惊的 我竟然刷到了我自己的视频原创作 因为YouTube是我唯一的账号 我并没有在其他平台发布任何视频 我其实第一时间我还是挺快乐或者挺兴奋的 因为既然有人搬运我的视频 就代表很多人可能喜欢我的作品 认同我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随后我跟这位朋友沟通之后 他也同意删除这些我的原创作品 然后我其实还是很感谢这位朋友 以这种方式来支持我 但是我并不特别赞同 搬运别人这种版权视频 然后传播到自己的社交网站上 但我也理解他可能是处于比较喜欢我的作品 我并没有责怪任何人 所以我特意把这个里面包含他频道信息的部分给去掉 没有出现在我的截屏当中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尽量尊重这些原创的作品 这也是非常有力的能支持我们继续往下做下去这个频道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在意版权的问题 是因为我平时里有上学时期很忙 很多的工作要做 还有一些兼职 然后我每次都是抽出时间 一点一点剪辑这些内容 比如说我现在先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我上一期内容 我的剪辑的一个录屏 所以真的很辛苦 即便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领域 军事历史以及抗争的历史 可以说是狂热在这个领域 但是创造出高质量的试试频 也需要一帧一帧的去剪辑出来 这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和时间 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尊重我的原创视频 大家都知道 我这是以抗战历史为主题的一个历史频道 所以里面包含了特别多的内容 比如说长视频短视频 还有社区帖都包含 在长视频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设计的领域非常多 有历史人物 军事装备 然后著名战役 或者说著名事件等 所以也是我在这个频道里 花费最多时间和重心的地方 除了长视频之外呢 我还设有短视频 也就是YouTube Short 你点开Short之后 里面有一些我不定期更新的一些短视频 其中是讲解一些著名的一些抗战照片的背景故事 也是非常有趣 然后也可以大家去评论 其次是社区帖 我会在这会发一些有趣的一些照片 一些评论 一些新的动态 以及一些问卷之类的 也希望大家能踊跃的去支持和参与 还有一些播放列表 我把相同类型的视频 归集到一个文件夹内 这样方便大家寻找观看 经过长达五个半月的努力和坚持 终于我的频道 在今年五月十五日 也就大概是一周前的那个时候 通过了YPP 也就是YouTube的合作伙伴 这也是给我了很大的动力和决心 继续把这个频道高质量的去做下去 所以长视频呢 我会每周至少更新一步 一般会在周末 学校假期或者说本人不忙的时候 会争取每周两步 短视频也就是YouTube Short 我会不定期更新 频道内容方向会继续以抗战 二战期间中国军事人文历史为主题 垂直领域包括军事装备 人物讲解 历史事件讲解等 所以这就是我频道的一个主线 如果你想支持我的频道 我非常恳请您能完整地把我的广告看完 这肯定是最大的帮助 其次呢也欢迎你们 欢迎所有人 留下非常有建议性 有创造性的一些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每一个人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去留言 我准备在5000订阅达成之时 再出一期问答的特别节目 可以是关于我 或关于我的频道的几乎所有问题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 留在此视频的留言区 我会选择其中一部分 下次特别节目的时候进行讲解 然后我也是特别在意与粉丝 一些沟通 一些互动的一个 一个YouTuber 或者说博主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得到 你们的一些建议啊 或者说支持 然后再次感谢大家 对我频道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把视频做下去 谢谢大家 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